刚刚小编获悉 北京八岁双胞胎妹妹的遗体打捞上岸 确认死亡 据悉 今天中午11点30分区 双胞胎姐姐的遗体被发现 公安和救援人员在现场全力搜寻 今天上午青岛大众网发布 已走失20个小时 青岛人快帮忙 北京八岁双胞胎姐妹海边走失 母亲急到崩溃 两个小姑娘的安危 牵动所有青岛人的心 面对最终令人悲痛的消息 大家都十分难过 很多人指责孩子母亲监护不到位 小编想说的是 养育孩子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周全的照料 这个过程不能说艰辛 但是需要时刻紧绷 付出心血 这次意外对这个家庭来说 已经十分难以承受 我们每一句指责都是一把刀 插在这个愧疚崩溃的妈妈身上 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及早把安全意识和知识灌输给孩子们 另外青岛只有八处正规海水浴场 第一海水浴场 第二海水浴场 第三海水浴场 第六海水浴场 十老人海水浴场 金沙潭海水浴场 零沙潭海水浴场 其他所谓的野浴场 均为鼠地管理的沙滩 并非海水浴场 没有任何浴场的配套设施 和救生救护人员及一顾保障人员 希望游客为了自身安全和家人 不要到这种所谓的浴场进行游泳 也有网友指出 很多时候 孩子溺水是站在水里 安静的死去 没有挣扎 大人就在身边 而往往浑然不知 溺水并不是影片里那样的戏剧性 没有挣扎 没有呼叫 也没有平躺 如果你夏天去海边 EV2 busirt人员 有消息 游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